同样也跟环境有关的还有机车所带来的噪音问题 由于大多数被检举的噪音车都是改装了排气管 不过有些车主被检举之后被要求要来复检 但是都是置之不理 所以环保署现在打算要修法了 未来只要车主不到检就不换发行照 不少年轻人要把摩托车改得又酷又顺 一定少不了改装排气管 让它发出巨大声响 白天在马路上可能声音听起来还没那么大 不过到了晚上在小巷子 这声音可能让住户快抓狂 真的很恐怖 半夜的时候让人受不了吗 对啊 所以有邻居会说你们打算一点 根据环保署设立噪音车检举网页统计 7574件检举案中 八成都是检举机车有够吵 而多数都是非法改装排气管造成的 这些车主基本上会收到通知 被要求要倒检复查 但还是有4.4%车辆不倒检 环保署决定寄出更强硬的手段 除了那些欠费欠税之外 那我们的这个噪音被呈请 没有倒检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发照 这是一个 但是这因为可能还在跟交通主管机关来做协商 而改装的车主也表示 如果真的被抓到也只能依法行事 换回原本就好了 所以只要被那个检举就换回原本的 应该吧 环保署表示除了修法不让不到检车辆 无法换行照 也考虑要在机车定检中加入噪音的检验项目 希望能让噪音机车数量减少 还给民众一个安静的环境 记得来临近平朋友组台北报道